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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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这个也是属于炒果条 只不过是丝的 对 比较丝一点 这个叫炒舟鱼丸果条 炒舟鱼丸果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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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炒舟鱼丸果条 我炒舟鱼丸果条 四十年了 应该有 哦 都是在这里开 对哦 放入冰箱 还有饭插勺 这一碗多少钱啊 五块半 五块半 这个面跟面炒 这个又另外煮 所以 吃完了就放开 下面打包的 上面是吃的 是吃的 哦 是这样子 一般是本地客多 还是外订客呢 都有 都有啊 有客也蛮多的 哦 这一碗 肉碎鱼片 鱼王 菜 菜 菜 我听我朋友说 是你这一段比较好吃 还好 来 炒油 你的料只是放油 酱油 黑酱油 不要 没有放盐了 没有 好 来 蒜头 没有 猪油 猪油炸 是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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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麦粉 它每一次炒完果条就开始炒它的鱼丸啊 它的料 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就做不来 人多的时候就没有停 人多从早上开始到收档 早上开始到收档都没有停 现在是米粉 米粉比较少人打薄是吗 米粉 比较少 这个什么汤 猪骨汤 猪骨汤 我好大盘哦 五块一半 一盘 鱼碗 鱼片 插烧猪肉片 还蛮香的 这样子加起来一股淡淡的猪油香味哦 试一下 其实我蛮喜欢吃这个辣椒哦 酸酸辣辣甜甜的 还有一点呢就清脆很清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的丝的果条 看一下跟那个刚刚的果条有什么不同的口味哦 我还是第一次吃 所以咧我们现在先尝试一下啊 嗯 满满的猪油香跟蒜头香味哦 虽然只是这很普遍炒的 但是它的味道很入味又很够味 又大盘你知道吗 才五块吧 又有鱼丸叉烧这些 我觉得挺值得 吃起来又不油腻哦 吃一下它的鱼丸 它的鱼丸呢 吃起来又Q糖又嫩 虽然叉烧的味道不怎么样 但是呢不影响吃它的果条 它不输于那个干的果条哦 味道真的是很香浓的那种啊 每次一口都有蒜香味跟那个猪油香味 好了今天阿晋就介绍到这哦 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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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